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玉树 养护玉树啊 很多人呢都想把它养成脑妆盆井 但是呢,可能平时的养护方法不大 或者是呢,玉树没有足够的营养 就会导致它生长特别缓慢 那么今天呢,就来给大家介绍几种肥 可以让这个玉树啊,尽快的生长 而且啊,出现木质化的速度了更快 一般半年的时间就能养成脑妆了 那么,这种肥是什么肥呢 我们第一种就是用 啤酒水,啤酒水啊 它有着液体面包的称号 它的营养呢是特别丰富的 可以促进玉树啊,快速生长 脂干的更加的强壮 那么我们直接将这个啤酒水啊 把它量制两天之后呢 对水稀释50倍 每一个月给玉树交换一次就可以了 不用太过频繁 第二种就是要给它补充充足的磷甲肥 为什么要补充磷甲肥呢 因为磷甲肥啊,才是促进植物啊 脂干强壮,然后增强它的坚韧性 那么我们就可以使用到 磷酸二星甲这种磷甲肥 我们将它至少稀释1000倍 然后也是每一个月 给玉树交换一次就可以了 这两种肥啊 我们可以给它交替使用 这样玉树啊 吸收了足够的营养 而且呢又能够 让它长得更加的健壮 更加旺盛 而且呢脂干更加的粗壮 木质化的速度呢就更快了 养成脑妆啊 也是非常容易的一件事 好了,今天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谢谢